中美两军关系从去年底开始逐步恢复 但近期中方暂停一些磋商计划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张小刚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 暂停新一轮军控与防扩散磋商责任完全在美方 张小刚还证实中俄两军25号在白令海附近 进行了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美方表示这是中俄军机首次联合进入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 北美防空司令部周四发表声明称 当天美国和加拿大军机在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内 发现并跟踪了两架俄罗斯军机和两架中国军机 美国官员称这是中俄军机首次联合进入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 中国国防部证实 中国双方25号在白令海相关空域组织了联合空中战巡 这是自2019年以来 两军组织的第八次空中战略巡航 进一步检验提升两国空军协奏水平 深化两国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 此次行动不针对第三方 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还是在白令海附近 北约初阿拉斯加海岸警卫队发布消息称 6号 7号发现了多艘中国军舰 中国国防部证实 这是中国军方的例行性训练活动 旨在提升检验战备训练水平 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今后中方还将继续开展类似远海训练活动 提升部队履行使命任务的能力 由美方牵头29个国家参与的 环太平洋军演2024 还继续在夏威夷周边进行 引连科目包括基层4万吨级的 两栖攻击舰 分析认为这是向中国示威之举 如果想拿军演来吓唬中方 或者对中方搞血缘恫吓 那完全是痴情妄想 中国军队历来不信邪 不怕鬼不怕压 有决心有能力有手段 打败一切侵犯之敌 中美两军关系从去年底开始逐步的恢复 消息指两军战区指挥官之间的对话 有望很快进行 危机沟通工作组会议也有望年底前举行 但是日前中方宣布暂停与美国商谈举行 新一轮的军控与防扩散磋商 中美两军关系能够持续向好恢复吗 首先中美两军通过军事外交渠道保持着沟通 关于你提到的中方暂停与美方删谈 新一轮的军控与防扩散磋商 造成这一局面的责任完全在美方 不少自媒体近期会声会影的炒作 中美在南海爆发了电子战 并且解放军取得了电子战的胜利 发言人张小刚在会议当中只是说 没有听说过这方面的情况 凤凰卫视 火火火火 火火运 北京报道 好 好